38级的小萌新找我打核爆 你这个等级你打什么核爆 真的是你这个相马非常不理智 但是你都找我了 那也不是不能打对不对 这些奖励怎么没有领啊 毕竟他是256开拓的账号 他这个等级莫娜没有 万叶肯定是没有的 但是你班尼特总有吧 打核爆你不可能一个辅助都没有吧 因为不推荐这个等级去打核爆 虽然你能一瞬间打出高伤害 但是那毕竟不是永久的 别拿一个当永久啊 先看一下他的王子宝库 一把金色没有最高等级 是60级的这个图谱啊 然后神子用的也是这个 角色持的话 你这一共15个角色 没有班尼特 我拿啥给你打神子不行 行秋他也不太行 唯一的倍率最高的就是小鹿了 而且小鹿70级 应该没有突破 你都没有辅助的角色 这怎么打核爆呀 你这不是胡扯吗 然后看一下他的战 他人家讲的怎么样 莱耶拉40级肯定不行啊 毕竟独眼小宝头56级 一发炮弹扛不住 没关系 先看一下能不能打过小宝 一个盾 然后再放一个大招 切换一下神子 来个闪电三连鞭 然后雷弓击美吗 然后伤害的话 不见冬眼小宝掉了多少血 感觉掉血了 但没有完全掉 行秋无响的一脚 直接把他给冻住 然后莱耶拉的话 这边都没有伤害 只有小鹿的伤害能看一点 这边二倍加速中 小鹿的话 正常的攻击 不是二技能的倍率的 正常攻击 也就两三百伤害 已经顶天了 两三百伤害顶天了 然后看一下无响的一脚吧 无涅无响 一脚断绝 1800 他的拳头可能会 倍率更高一点 但是感觉高也高不了多少血 因为由于打冻眼小宝 时间太长 中间我就是 那个删掉 剪辑掉了一部分 然后看一下那个 他的小鹿一拳 能多少伤害啊 我说了 我只需要略微粗手 就以至这个分装的极限 你懂吗 我还是这句话 那年我双手 他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 OK非常的完美 核爆成功38万 刚刚大家都看到了 对吧 OK下一位 不行啊 你这个核爆伤害不够 咱只能屁出来 虽然说目前技术 还不是很完美 但是我相信你们 是绝对不可能看出来的 如果你看出来 你就装不知道 就行了 对吧 然后就给他养一下吧 看看具体能怎么打核爆呀 首先打之前 你先养一下 你这个面板怎么样啊 800多的攻击力 你核爆 你倍率再高 你能上多少 你这剩余目都没怎么升级啊 八斤的羽毛 好吧 搞一下 如果你要是有公子的话 那打核爆就简单多了 虽然说小鹿倍率也高 但是公子可以打蒸发呀 伤害翻倍 然后他把原石留给雷伸了 小鹿的话 需要打这个一击巨蛇 召唤这个大佬 把他的等级给他突破之后 然后要升天赋的 他天赋等级太低了 他应该是有命做的 然后看看能不能把天赋再升一下 升完天赋的话 剩余目重新给他搭配一下 二风套加二战广 前击过度非常好用 因为他是有的 做任务应该获得那个二风套 还好今天是周一 刚好是可以刷小鹿的 那个升级材料 先给他突破了一下 升级之后把他的一技能 给他看一下 贝率能给他低了多少 从第五层直接给他突破到第六层 第六层肯定不够啊 你当然我觉得我给他搞完之后 他荷包上也不可能高 你没有班尼特莫娜 温迪这些 不是温迪啊 是什么增伤的角色 一个都没有 你只能来个讨龙的增伤 或者是双火共鸣增伤25% 其他就没有其他了 你也没法打反应 贝率这边 我直接给他的一技能提升了四级 从五级给他搞到了九级 剩余物的话 我采用了一个二风套 都是四级的剩余物 然后这边的话 是用战广二线套过一下 因为是打核爆 所以说带的是暴伤头 这样的话暴击率只有19.8% 然后暴击伤害的话是62.6% 这边敲满完之后 暴击率25.2% 暴伤的话是100% 攻击的话是1000多的攻击 我就很纳闷了 你们30多级 为什么想着打核爆呀 谁教你们的 哪个湖南人 教你们打核爆的呀 以后40级以上才打核爆 好 虽然说打核爆 他能获得一个10个原始 20个原始 但是你需要伤害破5万 2万才行啊 好吧 小鹿的攻击900多 我多虑了 我还甚至以为伤害能过千 900多的攻击 倍率的话 先配个核爆的队伍 第一个小鹿 第二个安博 第三个香林 第四个巴巴拉 没错 平民的核爆阵容 双火增伤25% 巴巴拉带金骨能讨龙 增伤48 目前的话 为止这应该是最好的 其他没有增伤的角色 毕竟小萌新只有15位角色 你这个等级 就该好好的探索世界 让大佬来带你打游戏 干嘛想着自己打核爆呢 真的是 非常的无法理解 首先要触发 他的异技能的被动啊 扩散4次 或者是蓄力一会就行了 但是蓄力容易被小鹿给打飞 我们就先扩散一下 先放火 然后小鹿普攻撕下就行了 所有的东西都搞完了 他这个号我给他搞了一个多小时啊 然后千万巴巴拉 巴巴拉不要放进了 直接千万小鹿吃导龙增伤 直接一个无想的一拳 没有吃药啊 注意啊 没有吃药 无孽无想一拳断绝 吹空拉朽 然后没有把小鹿秒掉啊 那那伤害已经可以了 毕竟能打出两万 你九百多的攻击 能打出两万的暴击 还没有搬移的 还没有吃药 我觉得已经可以了 来看一下 吹空拉朽 直接是两万的暴击伤害 两万的暴击伤害 你这给你赚了十个原石 看来我没有白上你了 至少给你赚十个原石了 对吧 他的小鹿之前是七十几年没有突破 我伤害应该是给他突破完了 突破完之后 然后就是经过一系列小的增伤 然后再加上小鹿的 大招的倍率本来就很高 所以说伤害很高 我说了 我只需要略微出手 就以至这个分装的局限 你懂吗 我还是这句话 那年我双手他都不知道 什么叫做对手 当然我之前就说了 核爆是核爆 别拿一个当永久 他普攻仍然是几百伤害 但是比之前肯定好很多 毕竟等级提升了 然后天尾也给他点了 但是你一拳两万振 这个等级 你还是很舒服的呀 如果不舒服 请下降世界等级 但是你好像已经是 四级世界等级 没法再下这样了 所以我兄弟们记得点赞啊 爱你们